漫漫人生路,悠悠漫女行 Hello大家好,我是爱美俏婆婆悠悠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生活感悟 我人生几个重要的节点上发生的事情 就完全不在我规划之内 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神奇在哪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根本就没有规划到我要去移民 因为我从05年我就内退了 内退以后呢,在一线城市做投资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并不居住在一线城市 而且网络资源也不那么发达 所以呢,就是那种资讯就特别少 然后就内退以后 我就很少跟原来单位的人联络了 可是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的 我就跟其中一个联络以后呢 他起来这个房产投资嘛 他就跟我说他老公的同学 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呢 都喜欢房产投资 我一听我说那你方便不方便 就是帮我引荐一下呢 我说我很想因为我在上海投资 但是我对上海太不熟悉了 我说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然后他说那好啊 他说我问问他有没有这个想法吧 问了他们那个同学的太太 对女士呢,一口答应了 说没问题,让他来找我吧 然后我就去上海了 我就找到了他家 我们就坐下来聊天 从坐下来那一刻起 他就跟我说的是要移民温哥华 问我想不想移民温哥华 我说我没想过 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我完全人生规划里是没有这一点的 然后呢,他就坐下来以后 他就开始跟我介绍 这个移民是怎么怎么回事 然后说实话 我想听的是关于房产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全程没有提一句房产的事情 全程就在说这个移民的事情 那我就回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更多的追问嘛 因为他兴致勃勃 一直在不停的跟我说这个移民的事情 大概有两个月,鼓动联系我了 他说你考虑好了没有啊 你想移民吗 他说那个我已经开始办了 他呢,因为是从这个安全角度 他是这样考虑的 所以他想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我分析了一下 他说的他担心的事情呢 我们家并不存在 所以呢,我是觉得好像不想做这个事情 可是他又问我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有点动心了 这个时候我动心的理由 其实现在想起来 说实话特别的不充分 因为那个时候呢,儿子还在英国 然后呢,我是有一个想法是说 将来呢,就是因为我儿子那个性格呢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国外生活 我考虑的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方面呢 我呢,就想要去看看 我就是想要去体会一下 介绍不同的人群 他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其实那个时候就这个念头就出来了 就是一个移民这么大的一个决定 其实不应该是这个理由来支撑 可是当时我确实这个理由 40%,我儿子这个情况能占60% 可以说,如果完全没有我儿子的这个考虑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这么一个理由 就是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是因为有孩子这么一个因素 我就会觉得 这个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就跟那个我老公商量 我老公呢,不反对 他说也可以 你要是愿意的话 他对国外陌生 因为他经常去国外 我呢,对国外比较陌生 我还是比较向往,想去了解一下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那那就办呗 他说可以啊 然后呢,就开始去办手续了 就准备资料 然后到那个香港去面试 就一路顺利 顺利到了就是当场就通过了 顺利的下来签证以后呢 我就开始发愁了 我说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因为呢,有面临着一个问题 我老公当时是不能去 因为当时他还在工作 然后我儿子呢,在英国 如果去,那就只能我一个人 而且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 我只认识英文字母 什么都不会 然后这时候我就面临着 我到底去不去 后呢,我觉得也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还是去吧 其实我最后去登陆的时候 就差三天 这个签证就作废了 才去登陆的 而且那个时候是我儿子从英国 我们从中国到加拿大这个机场会面 然后我们一起去办的入境手续 回到就是刚才的话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这么爱规划人生的一个人 这个移民这么大的一个举动 莫名其妙的我就想那天 给一个并不走得多近的人打电话 这个人呢 竟然就有这么一个同学在上海 然后我以咨询投资房产的名义 去见了他 结果一句房产也没有聊 他就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没有办法规划 而且是陌生的 完全不相识的一个人 给我指 就指点了这样一条路 然后呢 我竟然就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就那么的顺利 因为有很多人是不顺利的 有的几年都下不来 可是我们就异常的顺利 顺利到不可思议 所以我就感觉 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个神秘的力量 就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引领我 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我人生当中 就关键的节点上 也就改变我命运的地方 有几个 大概有三到四个 全都是这样的 特别神奇 命运去引领着我们 我们努力也好 规划也好 其实都逃不脱 大的框架 大的格局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那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